聖誕節最開心當然是約朋友開派對啦 氣氛這麼好,多喝兩杯都在所難免的 不過,為什麼有些人喝都不醉 有些人就兩杯到頂呢? 一於聽營養師Krista和大家解答一下 順便說說喝酒怎樣才會喝得健康 聖誕期間大家都會喝酒 酒精的熱量也比較高 一刻酒精達到7kcal 其實跟油的熱量差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說哪種比較健康 選酒精濃度沒有那麼高的酒 如果一數就應該數到啤酒 第二個我會再說,也要看你喝的量 大概是喝的時候盡量淺償 例如整個聖誕節大概是紅酒 大概是一兩杯都比較吃涼 喝酒是否容易喝酒 最主要看你喝的酒精濃度 那為什麼喝酒感覺容易醉呢? 第一,可能你喝酒的時候 混了不同類型的酒 變成感覺好像我不是喝很多 但可能濃度已經很高 第二,可能有些人加了果汁 加了其他的梳打水 其實整個飲品的酒精濃度沒有那麼高 而喝多了容易醉 酒量也可以說是天生的 因為一個人容易喝醉酒 也會看他能消化酒精的酵素成分有多高 這跟大家的基因有關 普遍來說,如果以種族 通常亞洲人缺少了可以消化酒精的糖質 也會比較多 所以通常亞洲人比較容易喝醉 比起外國人來說 因為酒精去到我們人體裡 本身會轉化了一個物質 有一個叫穴泉 其實這個穴泉會令我們容易有血管擴張 有臉紅的情況 如果說喝酒會臉紅的人 就是因為對身體缺少了一種酵素 就不可以很有效率 將這個穴泉成分轉化其他物質 所以相對他們的穴泉成分比較積在身體裡 容易變紅 有些人容易喝完是沒有那麼變紅的 相信他們的酵素也比較多 所以相對就很快就散了酒精 所以其實喝酒來說 如果一些沒有那麼容易變紅的人 都無形中可以間接說 酒精的消化代謝速度相對比較好 這樣就會比較理想 其實頭痛因為酒精主主都會影響我們中樞神經 所以人們喝完之後頭會比較赤 都是因為酒精之後的過負狀